各位同学,我们腊肉的部分由我们食品科学系二乙的同学叫李婉玲来继续帮我们做腊肉的示范 那我们腊肉呢,今天大概有用了一斤的五花肉,用一斤的五花肉 再来呢,矿砂糖 事实上,我们不用这么多 砂糖大概六十公克,但六条 一挖六条,进来挖六条 一,二,三,四,六 六条,砂糖 那我们呢,就直接用五香粉,然后再用一茶,一茶匙,五克,五克,五克的五香粉 好,放进来 五克的五香粉,然后呢,十克的盐,十克的盐 好,十克的盐进来 然后呢,再来我们再用一点酒啊,用五毫升,五毫升的米酒 好,进来 好,开始搓,再加一点三毫升的酱油 OK,好,那我们就要开始搓哦 搓,让它能够massage一下这样子,就是把这个肉 肉跟调味品啊,利用这个肉跟我们的调味品 刚刚我们洗干净了以后,我们有去用烘烤箱,给它烘干 所以我们这边没有什么水分哦,顶多刚刚就是水分 刚刚不是水分,刚刚我们加了一点这个酒 我们用米酒来放进来,然后开始呢,我们就要搓它哦 我们搓它,搓它 然后呢,进来这样搓,一直让它入味哦 好,我们要让它入味哦,让你的这个调味品啊,跟这个五花肉能够入味哦 来 那因为我们今天是教这个课程,所以我们尽量用 利用这个,本来照理讲呢,我们就这样腌了,腌了以后呢 可能放,放进,腌一两天之后,进来再追加,再追加调味品 但是现在我们要快速的让它成品 所以呢,我们就用低温,我们用低温的这个烘烤箱,烘烤箱 来把,烘烤箱,用大概是六十度C,用六十度C把它,适当的 让它,像大自然的风干一样的方式,让它风干这样子 那一般呢,我们在这样子,吊起来,在大自然中吊起来 一个礼拜呢,就可以做出腊肉 那如果呢,我们用,利用这个,我们的烤箱的话 我们用低温六十度C,用六十度C好了,六十五度C 顶多呢,七十度C好了,不要超过七十度C这样子 那就可以了,那六十,六十度C比较恰当的 这样就可以把它做出腊肉 来,你看哦,我们刚刚把那些调味啊,做适当的进来以后 我们已经,现在所有的调味品都已经进入这个腊肉里面了 好,那我们就放进烘烤箱 各位同学,这边是腊肉的成品,做出来是这样子 好,到此,今天课程结束,拜拜